Sawadika 欢迎来到美丽的普吉岛 今天呢大树同样要带大家来参观一套关海的半山河院 这栋别墅呢同样是位于普吉岛的巴东区 整个别墅都是建立在巴东的山景之上 虽然有些事业的遮挡 但是呢我们美丽的巴东海岸近在眼前 那么这栋别墅不同之处呢 它的入户的地方是可以到达它的第一层的起居空间的 但是今天呢咱们还是老规矩 从上至下 好吧先到客厅来参观一下 整栋别墅呢是占地1000平方 建筑面积呢是467个平方 一共有4间卧室 整栋别墅呢依山而建 是一栋半山的海景别墅 那么顺着这个楼梯我们就来到咱们别墅的第二层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来到第二层的这个画面啊 因为这栋别墅的高度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海景呢 安达曼的海景呢更加的宽广 对不对 那么首先我们能看到这是一个户内的泳池 整个泳池呢长8米宽2米 虽然泳池不大 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泰式的这种热情 对不对 而且这种抑郁风情的壁画呀 也是把我们一步拉近泰过来 OK 那么先我们介绍这栋别墅的旁边独立于主空间的客卧 顺着这个泳池露台 我们往后走呢 就来到这栋别墅的第一间客卧 这一间独立于主空间的客卧呢 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长辈房 对不对 因为它更加的安静 首先是它的休息空间 两米双床 后面呢是它的干湿分离的卫生间 那么这栋别墅呢 它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有一个后花园 我们看一下它后花园 来这边看一下 顺着这个石阶往后走 那这里这个后花园呢 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退台 下去以后是有一个凉亭的位置 紧邻着整个社区的一个池塘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面的花园的 造脚树啊 差不多也是有几十年的一个树林了 对不对 像这么大的一个造脚树 在自己家的后院 也是非常的难得啊 OK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回到凉亭的位置 来参观这栋别墅的核心空间 就是它的客厅空间啊 好 通过这个水磨石的地板 我们来到它的客厅空间 整个客厅空间的面积呢 大概是有200平左右啊 非常的阔绰 而且这个主空间的联动到户外这个凉台啊 是不是宛如在西西里半岛的那个海湾三角啊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巴东的海湾呢 尽收眼底 对吧 而且能够看到海面上正在游玩的摩托艇和游艇啊 现在是普及早的旱季 所以整个海湾呢 都是平如波板的 对不对 往后走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还有一个大概约有20平方的一个户外休闲露台 对不对 在这里呢 可以跟朋友一起攀谈交流啊 同样欣赏着巴东的海景 夜晚还可以欣赏巴东的夜景 这就是这栋别墅的户外景观了 那么顺着这个露台往里走呢 同样它有一个休息的踏床 那么这边呢 同样是观海的会合空间 这边呢 是8位的餐桌 在它的后面就是咱们的餐厅的位置 同样这栋别墅的一个挑高啊 高达6米的空间 中间呢 是采光景的设计 让整间客厅非常的通透和明亮 在这里呢 我们穿过客厅以后 就是厨房空间 整个L型的厨房空间呢 没有任何的遮挡 亲朋好友 畅谈天下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主空间的设计呢 我们同样有一个楼梯 可以联动到我们第二层的起居空间 而且我们的后门 同样可以到达它的后花园 OK 那么现在就顺着这个楼梯 我们到第二层起居空间来看一下啊 可以看到整个楼梯啊 都是采用了这种缅甸用膜啊 非常的结实 用材用料 都是非常的考究啊 来到这个联动空间以后 同样后面呢 是为单身或者有小孩的朋友做准备的单间哈 那么是有两张单人床 那么同样呢 它也是有独立的卫浴空间和卫生间 那么继续往前走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种别墅的主卧哈 穿过主卧的衣帽间就来到同样我们之前拍摄一模一样的格局哈 观海的领域空间和按摩浴缸区哈也是非常nice的一个地方 好继续往前走 回到我们主卧的空间 可以看到同样两张真皮的懒人沙发哈 之前也是坐在这里都不想动了 然后从这里观海景 但是呢这栋别墅的海景呢更加的宽广 那么同样相邻的这个连郎呢 那过来以后有一个休息的户外餐桌 在这里下午可以看看日落 看看书 真的是非常歉意哈 然后后面呢 就是这栋别墅的长辈房 同样长辈房的配置与主卧啊 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之处就是它的这个领域空间 是在休息空间的同一个位置 非常的方便 从这里按摩浴缸下来以后就可以休息了 对吧 非常棒 好 再往后呢 就是它的隔断 隔断的后面呢 是它的双洗手盆和干湿分离的卫生间和淋浴间 这就是这套别墅所有的空间的介绍 其实与我之前的那套别墅是大同小异异曲同工 对不对 只不过它们的视野各有不同 那这套别墅呢 我重新为大家复述一下它的数据啊 整栋别墅呢 是占地1000平方 建筑面积呢 是467个平方 一共有四间卧室 那么它的整个别墅呢 都是建立在半山之上 因为有这样的高度才有这样的视野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别墅呢 在这个区域呢 也是算是出租率非常高的一个别墅 因为之前呢 大叔跟朋友呢 一起在运营一些民宿 这套别墅呢 每晚呢 差不多是旺季的时候是8000人民币 淡季的时候 差不多也是要5000人民币了 因为它的位置和它的景观都是非常棒的 OK 那么今天这套别墅呢 大叔就为大家参观到这里 有喜欢山海别墅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大叔 等到疫情结束以后 欢迎大家来普及岛做客 谢谢观看